今天去帮我表叔捞些种鱼去繁殖鱼苗 去年我跟他繁殖了一窝 卖了六七百块钱 他不怎么会我去帮下他 表叔提前我来把水都放开了 表叔这里面也捞些鲤鱼 一起来放到荷花田里去 这草一就让他在这里面 好 嗯 这里面还有挺多草鱼的 本来打算扎这只种鱼来繁殖的 你看 只能繁殖的 没纸的 都跟草一样的 一点纸都没了 这条大鱼就留它在这里面 只有明年再来繁殖的 小鲤扎些放到荷花田去 扎了几十条了 这条鲤还挺大 养了七条草鱼 这七条草鱼就养着好过年吃的 那条种鱼就留在这里 这小鲤全部捞了 这条鱼就放在内蒸备 那条鱼就放在这里面 我看它放在这里面 这条鱼就放在这里面 抓住了很多鱼 再来放在这里面 这样子就放在这里面 还能放在这里面 我把鱼也放在这里面 这里有几条红鱼 它是公的还是母的 是公的话拿去繁殖鱼苗 这个没有鲁子 这条是公母的 公的话做种鱼非常的好 它只要上了一年的鱼 全部都是母的 就可以做种鱼了 可惜全部都是母的 不要 公的话可以去拿去繁殖鱼苗很好 拿了这么多鱼 我表述鱼苗都挖好了 繁殖鱼苗就去我家扎几只 大牡蜜就可以了 挑些公的起来 你看 公鱼的话这样挤一下 它有这个白色的鲁汁 它有这个白色的鲁汁 这些太小了 这种看下来就不要了 这么多鱼排这么几条公的 母的这么多 才挑了八条小公鱼 只有两条像样 那些都有点小 这些鱼我表述拿去藕堂放了 表述连这个小鱼池都挖好了 可惜没有母鲤了 我等下去跟它那里搞两条来用 先把这些供的倒进去 表述也去放鱼苗了 表述也是挑些到这边吃它的田 放些到这些田里去 它这块藕堂还可以 放了八条 好 这块田 这水这么满的话 鸟也吃不到有这么大的鱼的 表述准备抓几条大的 放了那个水到田里到时候 插秧的时候好吃 这小的就全部放藕堂去了 这种大红色的 这么多 黑的一条 这个鱼鱼蒸出来了 把这个大鱼给捞了 这些鱼子还是挺多的 现在把这些鱼扎了就可以 全部捞完了 现在把这个狼鸡放进去 放水进来 这个小工一被跳掉了 好多跳到那个田里去了 没搞好 这次 这个木板上好多鱼籽 这个要放到水里 明天它会繁殖鱼苗出来的 这个把水放进来 放满过几天来捞鱼就可以了